各位好 其實今天我原本預期應該是台下會山山兩兩有點空 可是看到有點爆滿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很感謝大家可以特地的播出時間來聽我的演講 要聽一點嗎 那一開始先自我介紹 可能有些人不太認識我 我叫唐小劍 然後這是我個人的照片 可能真的大概是兩年前的 可能跟現在有一點點落差 然後我沒有什麼資歷 大概比較值得講的就是 台灣菜市用最久的人 然後Sony非官方的FB第二大社團的管理員 那我現在用的器材的話 主要是Sony的A7R3 FUGE的X Pro 2 然後還有哈蘇的S1D 然後我今天有把S1D帶到現場 就是相信如果有人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客後來摸摸它一下 那介紹一下CANCO 關於CANCO這個品牌啊 其實它是日本光學事業的一個領頭的廠商 它從1957年在東京成立然後直到現在 那當然說到保護鏡 我相信只要有在玩濾鏡的人 通常第一個想到的品牌就是B加W 只是因為後來其實當然大家百家齊放 後來就會產生一些 除了歐洲以外的品牌 像CANCO 像Hoya 像Malumi這些 都是會有一些人可能有聽過 然後像CANCO這個品牌的話 其實一般而言大家認為日系濾鏡最好的兩個品牌 就是CANCO跟Hoya 那Hoya的部分的話 其實它也是尾由CANCO來做代工 所以說其實從這一方面就可以看出 如果你是用日系品牌濾鏡 然後最頂級的設備的話 就是會選用到CANCO品牌 然後說個題外話 我這邊安插了一個TOKINA TOKINA相信大家玩攝影超過十年 應該都知道這個品牌 它是一個CP值很高的 通常都是廣角鏡啊 心芒很尖很刺的鏡頭 就是他們家做的 然後它現在也是被CANCO併購 所以說現在的TOKINA鏡頭 都是由CANCO這邊出品的 然後稍微提到一下 剛才提到的話 高階濾鏡的品牌 其實我在選擇濾鏡的時候 我只會選擇上面這四個品牌 左右兩個CANCO、Hoya 是日系品牌最頂尖的設備 然後中間兩個菜絲、BW 我相信應該是不用多做介紹 就是第一品牌 然後CANCO濾鏡系列的話 如果或多或少有在進行二手買賣的時候 其實你們會看到很多 大家送的保護鏡都會是送CANCO的 因為CANCO在早期的時候 它的分類是比較模糊 它有低階 也有非常低階 然後有中階、有高階 所以說其實一般人如果沒有去多做研究的話 其實會有點搞不懂 其實你們可以看到上面有什麼 POR1D、POR1D加、CELESTI、REAL PRO 這些我相信大家看完 也不知道哪一個是比較高階 哪一個是比較低階吧 所以說其實最後來講 我們高階統一成現在的ZX2、ZS2品牌 然後中階我們會主推REAL PRO 就是採取經濟實惠的一個選擇 然後再來今天主要的話 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關於特效濾鏡的 算是效果的一些呈現吧 其實我第一個放的是這個HELLO濾鏡 HELLO濾鏡算是 就我所知CANCO應該是第一個發表的廠商 然後 然後 太小聲嗎 嗯 嗯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像有點太小聲了一點 嗯 眾所周知 HELLO濾鏡應該算是這兩年最紅的濾鏡了 然後其實CANCO就我所知應該是第一個推出這樣子濾鏡的一個廠商 然後之後當然像我們國產的STC 像海大 像Nissi都有推出類似的產品 而作為一個先驅者的CANCO 它是如何去發想這樣子的鏡片呢 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是他們官方的一個效果圖 當你不裝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旋轉木馬 它就是一張清晰的圖 可是 在裝上HELLO的時候 它其實木馬的部分也還是清晰的 只是它在高光的這些 LED的線條的地方 它呈現一種擴散的感覺 就讓整個畫面變得稍微柔和一點 可是又不至於會是完完全全柔焦 然後很沒有質感的感覺 所以說這個就是CANCO它這個HELLO濾鏡主要想要為大家帶來的特效 然後我放一張 我去北海岸那邊玩的時候 順便拍的測試照 大家可以看到 當你沒有掛著濾鏡的時候 它的那個海水是清澈的 是好像可以看得到它更下沉的東西 可是當你掛上HELLO以後 它會有一種類似CPL那種感覺 就是它把一些透亮的地方壓掉 它變成說是顏色比較沉一點的感覺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HELLO這樣子的鏡片 它主要的效果會呈現在於高光位 而對於陰影的部分它是沒有什麼影響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先看到這個摩托車這一張 其實背景的那個日式宿舍地板 那些其實原本拍的時候都是沒有過戶的 可是你掛上了濾鏡以後 它感應到這個高光的位置 它就讓它暈開過曝 所以說就會讓這個畫面 變得稍微的有一點點夢幻感 然後再看到旁邊這張飛碟屋這一張 因為大家如果有去過飛碟屋 應該可以想過 這個畫面應該是非常飽和 非常的鮮豔的一個場景 可是當你掛上了HELLO濾鏡以後 它把對比度拉低了一點 讓整個畫面是變得是 變得是比較夢幻一點 比較柔和一點 可是其實當你把它放大的時候 它又其實是沒有降低太多的銳利度 然後再來當然大家最在意的一定是人像表現 在人像表現的話通常 因為CANCO的HELLO濾鏡分成兩個等級 一個是NO.1 一個是NO.0.5 所以說NO.0.5的話 差不多是等於其他品牌的八分之一的效果 然後NO.1大概是等於四分之一的效果 所以說大家可以看到 當我在拍這個人的時候 就是台南美術館 台南美術館它其實就是有非常非常多 白色然後光照進來的場合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一張 就是其實這一張不仔細看 你並不會發現它是一張HELLO鏡拍出來的照片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光位的部分 它是有暈開的 所以說它這個畫面是藉由這種小小的暈開 來達成一種些微的夢幻感 然後左手邊這一張 對左手邊這一張的話 我就是利用了更多的窗光 因為其實有這張可以看出來 你只要遇到窗光 它就會有這種微微暈開的夢幻感 那我在左手邊這一張 我就是想說 那就讓窗光更加的突出 然後讓它好像是被溢出的光線包圍的感覺 也可以讓這個 像這邊這個女 就是這兩個是同一個model 然後這邊這個model 看起來就只是正常漂漂亮亮的小姐姐 然後但是左手邊就多了一點點鮮氣 覺得說好像又更有氣質 更有質感一點 這個就是其實黑柔濾鏡 主要想要帶來的效果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這位 這張照片是我最近拍的 這是我很喜歡的一個小姐姐 叫做艾成 然後其實我覺得黑柔濾鏡在 像剛才那種都是白色的場景之中 表現得特別好 那我就想說 那如果是在陰天 然後是這種花花綠綠的場景 表現一樣可以很好嗎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這張照片它其實主要的影響只有這裡 就是臉的旁邊 它出現了一種類似 類似你用光棒打的勾邊的光的效果 所以說它其實會讓人的感覺 第一個是更柔和 可是它更柔和的同時 卻又是好像變得更立體 所以它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出眾 就是因為這樣子一張普通的人像照 如果你沒有加上任何濾鏡的時候 它其實就只是一個單純的人像照 尤其是陰天 你可能色彩方面也沒有辦法 會有太出色的表現 可是當它掛上黑樓鏡的時候 它多了一層人物勾邊的效果 讓人物更加的突出 然後其實在其他的高光位處 它又是達成了柔和的效果 是變得讓整張畫面更和緩 可是人物卻是突出的 所以在黑樓鏡的運用的話 我主要會是拿來這樣子 對於拍攝人 然後在各種場景的運用 然後我稍微小結一下 我對黑樓濾鏡的想法 其實黑樓濾鏡我覺得 0.5的是比較好用的 因為它泛用度非常高 你等於說你任何狀況 你都可以掛著它拍 然後它的效果是不明顯的 是會變成說 你可能會稍微仔細看 你會發現這張照片較為柔和 較為的高光位溢出一點 然後可是整張照片的質感 卻是提升的 所以這是我對0.5這一片的想法 然後1的部分的話 1我覺得就比較偏向是藝術創作 因為它的效果是滿強的 所以說你其實你一旦掛上1的時候 你只要是在大晴天拍照 你就會有非常大的大幅度的暈開 然後它的那個效果是你藉由觀景窗看 藉由螢幕看 你就會直接發現它暈開了 這種感覺 所以說其實對於No.1來講 還需要一點點你要去設好那個場景 去找一些適合的狀況 它並不是一個非常非常扮用的濾鏡 然後再來我相信 只要有在關注這些怪兵器的人 應該都對這個東西很有興趣吧 就是我看到那個社群網站上面 形容這個濾鏡 它說叫做新海城色調濾鏡 然後我們Kenko自己把它的定位的名稱叫做 Nostartone Blue 我有去查一下這個字是代表什麼意思 它好像是代表一個人 代表一個日本的攝影師 然後他 我們Kenko跟這個攝影師合作說 使用它喜歡的色調去模擬出 它可以拍出來的感覺 那話不多說 我們先來看看 關於藍色濾鏡的一點表現 其實可以看出 藍色濾鏡它的影響是非常非常明顯 在沒有掛濾鏡的時候 是一張正常的風景照 可是當你掛上濾鏡以後 它整個場景都會偏向特別特別的 所以說其實當我第一次用到這片濾鏡的時候 我覺得說 慘了 我下個禮拜要來演講 可是我的藍濾鏡長這樣 所以說 我其實有一點點擔心 關於這個藍濾鏡的表現 該如何和大家來做一下講解 來看到這一台海斯巴的機車 這個是我最近認識的一個好朋友 我常常跟他出去玩 然後我就想說 不如就藉由他的機車 我們來拍一些機車撞油 再加上濾鏡的一個效果分析給大家看 這張照片其實是已經後製過了 可是大家其實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它底調是有點偏藍的 然後在陰影處 尤其是機車機身黑色的部分 完完全全大偏藍 大色偏 所以說 就是它變成說你要去 有點難以抓到一個 後製跟色彩的一個平衡點 所以我就拍完這張照片 我又更頭痛了 我又覺得說 藍濾鏡到底應該是適合怎麼樣的人去使用 再來 大家看到這一張這個幾何色塊圖 這張照片算是我比較 特別滿意的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在台北美術館拍的 它是一個藝術的藝術品 裝置藝術 然後我發現 其實我拿掉濾鏡拍的時候 它只是一張白牆 與一個鏡子的一個結構 所以說其實拍起來 是並沒有什麼藝術感 但是當我裝上藍濾鏡以後 它因為可能是因為這張照片 並沒有太多的高光部位 所以導致它的畫面是柔和的 可是它在陰影處 卻呈現著非常非常偏藍的一個狀況 所以變成說是 當你出現大型的色塊的時候 它會有一種 寧靜又安定的一種結構 所以我拍出這張照片以後 我發現其實藍色濾鏡 它是有一個特定的狀況下 很適合它使用的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張 下一張這張照片 一樣是在台北美術館拍的 它其實就變成說是有一點點風格化 有一點點 其實我相信大家很久都沒有出國了 兩年前我去 就是我最後一次出國的時候 是去北海 不是北海道 不好意思 是去明谷屋 然後在明谷屋的時候 其實我遇到的天氣 就是很像畫面上面這樣的天氣 其實我當初拍出來的照片 我是十分的不滿意 因為其實大家遇到過陰天 應該都可以理解說 就是灰灰的髒髒的 可是當我在這個美術館前面掛上 藍色濾鏡以後 我發現它的效果是不一樣的 它的黑黑髒髒的地方 稍微的消失了 它變成是好像是有一種 比較 比較硝色 比較秋天的感覺 所以說它是 它氣質 整個畫面的氣質是有所提升的 所以我覺得 藍濾鏡它其實 有點像是在 在讓你多做一個思考 讓你去覺得說 我該運用怎麼樣的場景 去加強它這個效果 或者是把原本看起來 平平無奇的 只是一個美術館外面的大樓 但是拍出來 它卻是比原本灰灰髒髒的效果 好上了不少 然後去完美術館 就是我就跑到晴光市場去 其實是去觅食啊 但是 就覺得說 還是應該要走來走去拍一些照片 然後我發現 其實藍濾鏡對於晚上 其實效果質感大增 大家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這張照片其實比其他 前面幾張那種灰灰的霧化的感覺起來 這張照片多了一種氛圍感 多了一種好像 我真的走在這個鬧區的夜市裡面 各種店家 可能叫賣 可能在那邊處理食物的一種 生活化的感覺 它把這個氛圍 它把這個氣息融入了畫面裡面 而且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 關於一樣是看高官位的部分 它其實都是有暈開的 它有點像是 藍色的黑露濾鏡 所以說 它不像黑露濾鏡那麼溫和 它就直接給你超強的效果 整個暈開 整個偏藍 可是 如果你用在正確的場景裡面 它整個畫面就是 哇 這個街拍好有 好有一個日常感 可是它又是 非常非常具有藝術性的 的一個畫面 然後對於藍綠鏡 我做一個小小的總結 我覺得藍綠鏡就是一個 泛用度超低的濾鏡 因為 你真的要使用它 你是要有非常非常強的 攝影頭腦 和非常非常認真在找一些 你可以拍什麼 你的構圖要長什麼樣 你的色塊 你的佔比 都是要非常精準 你才可以拍出一張 你滿意的照片 然後 它一樣 在高光處會暈開 然後某些角度會有光斑 它其實是一個缺陷滿滿的鏡片 可是呢 其實 講到這邊 我 我會有一點點個人的想法 就是說 其實以現在的攝影人來講 大家想要的都是沒有缺陷的東西 都是畫面越銳利越好 對焦越快越好 可能畫質越清晰 擅景 越平穩 越好的一個設備 對 可是 我覺得 我之所以會想要介紹 Kenko 這個濾鏡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 它把缺陷變成一種美 它告訴大家說 你其實 你其實追求那種非常完美的鏡頭 非常完美的鏡片 其實 並不一定是 是一個攝影的最佳解 你可能 當你裝上藍濾鏡 它的畫質 變得比較不好 可是卻可以得到 像我剛才那張 在夜市裡面拍到 很有氛圍的一張接近照 那這個時候 如果你可能 你可能帶著的是一顆 35GM 我非常喜歡35GM 但是 如果我帶著35GM去拍這張照片 它就會是一張 非常清楚 然後也看得出說 老闆正在做滷味給客人吃 可是它這個畫面 就少了一個氛圍感 你只是把這個當下 好像是說 單純的一個紀錄而已 所以說 我對於藍濾鏡 可以說是 又恨又愛吧 因為 我覺得拿到的時候 我覺得說 只剩下一個禮拜了 我真的是拍不出好東西 但是 真的拿出來 稍微的拍了以後 突然發現 它其實是可以讓你 原本 鬧轟轟的腦袋裡面 會有一種平靜感 你會想說 好 這是一個挑戰 你要去挑戰說 你如何可以把這個東西拍好 我覺得我對藍濾鏡的一個整體的看法是這樣 再來 橘濾鏡 我覺得橘濾鏡 我擺在最後面 是 因為橘濾鏡 是這次所有的濾鏡裡面 我最喜歡的一款 橘濾鏡 我就直接先講結論 橘濾鏡 我覺得任何一個人都可以買 因為它實在是放透了 好 那大家 大家先來看一下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有一個小小的淵源 為什麼會站在這個街口 拍這個一個 夕陽暈開來的照片 這一天我記得非常清楚 是我有一位攝影好友 也是明天要來做演講的余子將老師 他在富士的Wonder Photo 舉辦了一個攝影展 然後所以說 我為了去看他的攝影展 所以我就流連在這個東區的街頭 那個時候我剛接下這個 要測試橘濾鏡的一個任務 所以說這是我第一次裝上橘濾鏡來拍 然後很幸運的剛好遇上了 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天氣 一個落日 所以說 其實我 你看 大家應該都有正對著落日拍照的經驗 所以說 像比如說這旁邊這個 有一個超大的耀光 有沒有看到 就是 如果你好一點的鏡頭 我根本看不到這個東西 就是它完全不會有 然後再來 你們可能 可能耀光的部分 它不會暈開的這麼大 它會小一點 它會是 呈現只有一個小小的太陽 可是橘濾鏡它就是 它對於 大家不要看這個耀光的部分 它對於其他的部分 幾乎是完全沒有影響 然後可是 卻對於這個高光位的部分 它做了一個 飯局的一個渲染 所以它讓這張照片 整個就是 哇你一拍它就很黃昏很 很柔和的一個色調 因為如果你沒有加上橘濾鏡的時候 它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一個黃昏 就是太陽下山的一個畫面 可是當你裝上以後 它的那個光暈開 就是同時的變成說 光去沾染到這些車子 人們的身上的時候 它會是一種故事感的一種 一種呈現 然後 這張照片 同一天拍攝的 其實當太陽沒有那麼 那麼大的時候 它橘濾鏡的效果 其實大家 如果不要看正中央這邊的話 其實 看起來還是跟我們一般拍的照片 是差不多的吧 所以說其實 橘濾鏡它作用的效果 只有在這裡 還有這裡 它只有在太陽暈下來的時候 它讓它變成一種 它把它 它讓它從光線變成光輝 光暈的感覺 讓它光是由散的投射下來 然後這兩個人 它一樣是這樣沐浴的陽光過來 可是它就是 因為光是散開來的狀況 所以說它 它有一種柔和的 暈開的感覺 讓這兩個人 不是那麼銳利的一個呈現 而是它們是很柔和的 往我這個方向走過來 我覺得這個 這個效果是非常非常 讓我覺得還蠻心動的 然後稍微提一下 這張照片 跟剛才那張照片 都是三陽的851.4 二代拍的 然後 我覺得 如果在場有一些 看我在Mobile 01 或者是在Sony社團 分享的照片 應該看得出來 我非常喜歡用三陽的鏡頭 三陽的鏡頭 它其實有一個小小的特色就是 它的照片本身是偏暖調的 所以就算是沒有被 局率鏡影響到的區域 你都可以看到它 稍微的 是呈現微微的黃 可是 其實有一些人會覺得說 啊 三陽黃色 就不好拿來拍人 其實這是一個錯誤的想法 因為我們怕的黃色 是一種膚色蠟黃 那種就是說 啊你看起來乾不好 然後臉色很差 那個才叫做 臉色發黃 所以說不好看 可是三陽的黃 它是一種 就像這種黃昏的黃一樣 它是舒服的 它是一種風格化的呈現 然後當有這個風格化呈現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知道我是菜絲用戶 菜絲的色彩是較為偏向冷色調的 那我拿來搭配的三陽 就是較為偏向暖色調的 所以如果我要拍攝 這個畫面是以暖色調呈現的時候 其實三陽的鏡頭對我的幫助是很大的 然後當然暖上加暖 我們用了三陽又用了局率鏡 它整張照片變得十分的柔和 所以就會變成讓你覺得說 有的時候畫面過於冷色調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很尖銳 你會覺得這個照片是有侵略性的 可是當它整張照片都是局局的柔和的狀況的時候 你會覺得真想多看這張照片兩眼 所以我也是希望給大家有這樣的呈現 再來其實我很偷懶 這張照片也是同一天拍攝的 然後這張照片看起來不知所謂 不過我只要想要給大家表達就是 局率鏡這個東西並不是沒有缺點的 它的缺點就是這一塊 這塊藍藍的這一塊 大家看得出它是什麼嗎 它其實就是這一塊 它是一個反光 所以說當你在某一些角度的時候 不管是局率鏡還是藍綠鏡 它都會有非常非常巨大的反光 反光到它會把你倒映在你的畫面上 也就是大家可以想像它進到我的鏡片 然後我的鏡片折射出來 再把第二個成像成像到那個CMOS上面 所以說變成說我拍這個東西 我原本可能只是想要拍一個樹林 這邊有一個美好的光線降下來 可是意外的它旁邊反射了一個 因為大家應該會有一點點對比色的概念 它經過了橘色 所以說它對比色回來會變成藍色 所以說它跳回了一個藍色的成像給我 我覺得這個東西實實在在的是一個缺點 所以會影響你在使用上面的一個想法 只是呢 就如同我剛才講的 其實很多時候缺點就是優點 當你可以把這個東西運用得好的時候 它會變成一種別人拍不出來的一種 非常非常神奇的東西 像比如說大家看我這張圖 如果我不跟你講解這張圖怎麼拍出來 你要如何理解這一塊反光是如何出來的呢 所以我覺得這一件事情 讓我深深著迷 因為我發現 哇 橘綠鏡非常非常的泛用 然後它又有這種 該說是缺點還是有趣的點 來讓我去裝著它去玩一些光 其實我覺得CANCO 它身為一個非常非常優秀的光學廠 它對於光線的表現 它也是有一種 該怎麼講呢 我舉個別個品牌好了 以蔡絲來講 蔡絲對於光線的要求就是 它要非常完美 也就是說 我看到這個東西 它就是銳利 它就是五指邊 它就是清清楚楚 過度很漂亮 就是一個模範聲的表現 可是對於CANCO 我覺得CANCO它是比較有一點點 就是班上除了模範聲 也許它會有美術班 就是他們追求的是藝術表現 他們追求的是一種說 這個光進來我怎麼去玩它 讓它會有別的變化的這種樂趣 我覺得CANCO是比較偏向這樣的廠商 所以它之所以會推出黑樓 會推出藍橘濾鏡 它其實都是一樣的目的 就是讓大家 其實 攝影產業進展了這麼久 能夠 對焦最好 什麼畫面最好的鏡頭 也都已經出 都已經出了 那你還能在攝影上面 達到怎麼樣的變化 這個就是CANCO出這些濾鏡的一個 算是中心思想 那以這個中心思想而言 我覺得會去觸發大家想說 那我除了用最好的鏡頭以外 我的濾鏡 能不能為我帶來一些 藝術上的想法 再來 其實大家應該看到不少美術館的照片 我這人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喜歡去美術館 剛才的是北美館 這個是南美館 然後 如果還沒有去過的人的話 我非常的推薦大家去這個地方 南美館是一個 讓人流連忘返的地方 第一個 它 對於攝影上而言 你視覺上 其實你光看到它 你就覺得它非常漂亮 第二個 它在建築上面 它的幾何 它的線條 的這種 藝術品 就是 我覺得 我覺得有時候攝影是一種畜類旁通 你也許 會覺得說 我就是去看別人的攝影 是長什麼樣子 可是很多的時候 我也不去看別人的攝影 我去看別人其他的創作 就像是建築 就像是 可能是一些小說 一些戲曲 任何的東西 其實你從別的藝術 藝術領域上面 去看東西 你會對你的攝影 有一些新的想法 然後 所以我對 南美館這個地方 我對它的深深的好感就是 第一 它在建築上非常厲害 第二 它是一個非常完整的結構 大家可以看到 像這一張是從外面拍 它是一個漂亮的建築 然後稍早 我黑樓分享的那兩張照片 那是在裡面拍 它其實 大家可以看到 它這邊不是都有一些線條嗎 就是通常 所謂滑而不實的設計 就是 你可能為了漂亮去做這些線條 可是其實這些線條是有意義的 它這些線條透進去的光 導致我可以拍出剛才那兩張 在室內的人像的照片 所以說 它這一整個樓 它就是在跟你玩一個光影的變化 所以你幾乎每一次走進去 它都是有不同的光影的感覺 你上午去它是 它可能太陽在這裡 它是這樣打 你下午去它太陽在這裡 它是這樣打 那你中午去它頂光 它可能就比較沒有那種 把光切碎的這種光斑的感覺 可是也是另類的一種質感 所以說 當你去到這種 非常非常有藝術美感的地方的時候 你就會特別的想說 我能夠怎樣拍照 我要用什麼東西來拍照 然後其實南美館這個地方 我去過三四次了 然後我每一次去的時候 器材其實都不一樣 也有用像比如說 Sony以前的A992 那也有用像比如說 我現在放在牌上的這台哈蘇 就是 我其實享受於 我要用任何的一個攝影器材 去做一個畫面上面的變化 去做一個畫面上面的呈現 讓大家覺得說 哇原來比如說 你每一年拍的南美館 你每一年拍的人像 是有怎麼樣怎麼樣的不同 這其實就是一種樂趣的所在 再來我們又回到人像了 這個小姐姐其實就是 剛才在南美館裡面那個小姐姐 她是我一位朋友的老婆 然後 因為其實 這個事情也是有點微妙 原本 因為我 我平常 我平常是一個有正職的人 我並不是一個職業攝影師 所以說 我其實是 在忙於工作之間 我就覺得說 好想拍照 然後 可是 因為我很忙 又沒有 其實沒有太多 多的時間去測試我的藍局濾鏡 那怎麼辦呢 結果突然有一天 我朋友就說 那你要不要跟我去南部玩 我可以讓我老婆當你的model 我就 我要 我要去 於是我們就來拍了 然後 當然 以局濾鏡來講 這兩張照片都是修圖過的 大家只要看到我的人像照 是 不好意思 因為是不可以呈現直出的樣子給大家看的 然後 所以說 大家可以看到 色調上面 我稍微的把它的橘色的部分 推掉一點 讓它成為是一種 微微的粉紅色 粉藍色 介於那個區間的 的這種色調呈現 然後這樣子就呈現了這個 人的質感是比較亮麗一點 然後 其實局濾鏡 大家可以看到 它作用的地方 在上面的這個蝴蝶花 這個蝴蝶花 它有一點點暈開了 然後可是 它的暈開 並不是因為它 它變成散景 它是因為濾鏡而暈開的 所以說 它變成說 好像一個特效一樣 好像 原本應該是很清楚的話 它就變成說 有一點點 這樣子 柔和的光暈 然後我就覺得 這樣子的照片 就整個 又出現了另外一種協調感 然後 所以我才會有 旁邊這張 更加特寫的照片 只不過更加特寫的照片 其實我是想要拿來做一個對比 就是說 其實更加特寫的這張照片 大家應該看不出來上面有加濾鏡吧 就是 可是 橘濾鏡好就好在 它看不出來 就是你在某一些場合下 它是你掛著 它也沒有什麼影響的 可是在你需要的場合下 你掛著 它又是會呈現一種 柔柔的暈開的感覺 所以橘濾鏡的使用上面 是非常的有伸縮性 就是 不至於說 其實濾鏡對我來講 最麻煩的地方就是 我可能這個時候 啊我不能用藍濾鏡 我一定要把它拆掉 那我在那邊拆的時候 我接拍什麼的 其實 畫面是一閃而逝 那這個一閃而逝 就在 就消失在我 把濾鏡轉下來的那個當下 所以 其實我覺得橘濾鏡 光是可以一直掛在機身上面 我就覺得它是一個非常泛用的 好濾鏡 然後 各位如果 如果有在Sony台灣粉絲 的那個社團裡面的話 就是 Facebook的社團裡面 大家應該是 認識這位小姐的 她是我的御用model 馬鈴薯 之後 她也在最近 讓我在該社團 獲得了5000個讚 這個算是小小的殊榮 所以說 大家應該看得出 我對她很偏心 我放了三張照片 三張照片 其實 就分別的呈現 有非常高光的狀況 和 稍微側面的狀況 和幾乎完全 平光無光的狀況 那 以無光的狀況下來 其實 大家可以看到 它只有膚色稍微的 偏向紅潤一點 其他 看不出來有妝濾鏡 那 以這張 我就說這張是紅綠燈 因為它剛好三個配色 是很協調的 以這張紅綠燈來講 它 剛好在神秘的部位 這邊 有一個非常大的高光 就是 坦白講 我有 我有把那個 高光壓下來看 它是過酷的啦 所以是看不到東西 所以說 這張照片呢 它很巧妙的在那個部位 產生的高光 就呈現了一種趣味性 其實 很多時候你去拍照 並不是 並不是在追求一種說 我要是很嚴肅很嚴格的美 像 像這張照片有趣的地方 就是 欸 就是這個地方很聚焦 對不對 然後或者是說你不看這個 你可以看說 它的配色 紅綠燈 就是很有一個很喜氣很活潑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拍照是需要有這種柔軟性的 也算是稍微跟大家分享了一點題外話 然後 在最旁邊那一張 很有氣質的那一張 我覺得這張就是 我覺得舉濾鏡最好的一個表現 因為 背後是日式宿舍 它又穿黃色的洋裝 其實它是適合更暖調一點的呈現 然後 但是如果 以Sony的相機而言 Sony的相機拍攝出來 通常會是 比較是 所見即所的 就真實呈現 的一個畫面 所以你 很難可以看到 Model的皮膚這麼白皙的狀況下 欸 那個 鑽牆啊 衣服啊 都還維持著非常OK的暖色調 那在這個時候 其實舉濾鏡就 就為我帶來了一個很大的幫助是 它沒有過度的影響膚色 可是它卻讓 讓整個畫面 有橘色有黃色的地方 顏色更深一點 讓它的立體感 有pop up出來一點 就是有讓人物整個浮現出來的感覺 好 我們稍微聊一下關於舉濾鏡吧 它的小結論 其實舉濾鏡 就是泛用度高 就是你無論任何的狀況下 你都可以接著它 就是 它大概就只有一個狀況 就是說 你這個畫面就是很黃 你去那種居酒屋吃飯 是不是 就是畫面很黃 那種畫面 它會讓你更黃 你不得不 把它拿下來 除了大概這種狀況以外 它的泛用度非常的高 然後再來 它的高光處會 略微的暈開 暈開不是重點 重點是偏橘 所以說 當你在一些黃昏 走廊 那種高光處很多的地方 它其實就是 會讓你覺得說 那個秋天 那種昏黃的感覺 會特別特別的強烈 所以說 當你要做一個 風格化的創作 比如說 大家都可以想像說 一個火車這樣經過 然後有一個 有一個落日這樣下來的時候 那個畫面 是不是就是很昏黃的 它 再加上橘綠鏡的話 它是可以加強這個 昏黃的效果 然後它的整體色調 當然會稍微的偏橘 可是是並不明顯的 然後某一些角度 會產生巨大的光斑 跟鏡片的反射 鏡片的反射 就是像我剛才那樣子的呈現 只是就是 鏡片反射這件事情 其實真的是非常非常難以調整 所以說 有時候我也會為了避開它 而不對著光源拍 然後但是不對著光源拍 就是會造成說 暈開的效果不明顯 這個地方就是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美感呈現 你去 你去玩這個鏡片的時候 你會有不同於我的選擇 也許你會覺得說 巨大的光斑好啊 我就是想要有大光斑 你覺得反射 沒問題我就是要反射 也是有這樣子的人存在 所以說 它的有趣之處在於說 並不是 可能我今天在台上 我可能會呈現得比你們更厲害 所以拍得比你們好 其實不一定 就是會變成說 如果你只要能夠在這方面的創意 比我厲害 其實你們都是可以拍得比我好 甚至拍得比任何一個人都好 所以我覺得這是舉慮鏡的一個很棒的地方 然後 剛才 最前面有看到一台那個海獅瓜的機車吧 這位帥哥是我最近 最理想的一個model了 所以說 我就一直一直把他約出去 說走我們來拍車 但是拍車之餘 我就覺得 其實它有一個側臉 有點像年輕時代的金城武 所以說 我就來拍車 我們來拍車 可是實際上我都沒有在拍車 我都在拍人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最右手邊那一張 有一點點那種日劇的感覺 他就是舉慮鏡 然後為什麼他的膚色會這麼這麼黃 其實是因為那個時候是剛好就是日落的時候 他剛好日落已經把他皮膚染黃一層了 然後我覺得再黃一層可能更好 所以我就加上了舉慮鏡 所以他整個畫面變成說 哇 對比色很強烈 因為他海很藍 人很橘 他就變成說好像是一個 更加藝術創作的感覺 再來大家看到中間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就是我說 No.1的Hero 非常不好用的地方就在這裡 你看No.1的Hero 高光處全面炸掉 就是 如果你遇上光很強的畫面的時候 其實後面都是炸到沒有細節的狀況 可是 遇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我就最投機的方式 就是像我這樣拍 我就很近 我就讓他的背景並不是一個重點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用一個 24mm廣角來呈現這個圖 你就會背後的那個高光會非常非常多 那非常非常多你就會覺得說 怎麼會炸成這樣子 這個照片怎麼用 就會有一點這種感覺 所以說這個No.1的Hero濾鏡 它很不好使用 可是越不好使用的東西 就是越好玩的鏡片 所以說 我覺得 大家如果 想要用用看 就是 純體驗的話 No.0.5的是最好的體驗 然後如果你是想說 我 就是想要風格化 我就是想要非常的 暈開 怎麼樣的 我覺得No.1的效果 也強到讓你 你不管拍什麼都可以 非常的直接 有感 然後 這張照片是哈叔拍的 大家 大家可能有注意到 他手上拿的也是哈叔喔 也就是說 我是用我的哈叔相機 派他拿著哈叔相機的照片 所以 提一個 稍微的提外話 我自己有一個小小的夢想 今天稍找那個 CBA講座那邊 有那個 台南那個生命術的老闆 來做演講 然後 他最驕傲的一件事情 就是什麼呢 台南是全台灣 哈蘇萊卡 密集度最高的一個地方 那我覺得 我希望 兩年過後 台北是最高的地方 所以說 如果大家 對 哈蘇 對萊卡 甚至對蔡司 很有興趣 很有憧憬 快來夾我好友 快去正常買東西 對 稍微的 小小的提外話 跟打廣告 然後 稍微 講一下 他好像人形立牌 因為 X1D的空間感 因為他 中片幅的立體感 所以說 他可以達到比 一般的相機 一般的鏡頭 可以有更好的 空間還原 色彩還原 這個 我私心想要跟大家推薦的 好 回歸主題 我們來拍海獅瓜機車 藍綠鏡 如同我的結論 它就是 非常非常的暈開 非常非常的藍 我覺得 很適合 喜歡這個風格 並且想要挑戰的人 但是 我承認直到現在的我 我都沒有辦法太過 太過於駕馭 藍綠鏡 這塊綠鏡 第二個 那個 黑樓 黑樓 它的效果很明顯 最明顯的地方 在高光 最高光處 它暈開來了 然後稍微不明顯的就是 它其實好像 照上一層白霧 因為那天的陽光很大 所以說 它照上的這一層白霧 它並 其實並沒有什麼特別高光的地方 可是它會因為光線的一些折射 導致它照上一層白霧 再來呢 橘綠鏡 看起來就像是沒有裝綠鏡一樣 然後它唯一的差別在這裡 你看輪胎的地方 稍微泛橘了一點 然後其實 海以下的地方 大家稍微對比一下 其實它的這個牆 是稍微的再橘一點點 可是當你沒有對比的時候 其實這張照片看起來 就像是沒有裝綠鏡一樣 所以橘綠鏡 也許優點就是缺點 它的缺點可能也來自於這裡 就是讓人家看不出來 所以我覺得橘綠鏡 易用難精 就是你很容易找到很好拍的場景 可是你要把它拍到 哇 超級精彩 超級厲害的橘色調 我覺得你也要Stay好 然後藍綠鏡相反 難用 可是我相信你只要精通了它以後 你就可以找到非常非常適合它的場景 來去做一些這種 藍色的粉調的一種呈現 然後時間過得特別快 我稍微的準備了一個 算是 說是小教室有點囂張 我們就說這是一個分享好了 這個色調算是我最近的一個一個嘗試 因為使用了藍綠鏡以後 再怎麼樣我都沒有辦法用以前的色調來 來夢混過關了 所以說我自己去研究了一點想法 然後這張照片很有意思 就是我在交稿之前 我覺得說不如我把兩片濾鏡夾在一起 我一起用 所以說這張照片是用351.4立黑拍的 然後它搭配的就是藍綠鏡再加橘綠鏡 然後我選了一個這個雜貨店 大家看其實原圖它就有一點點那種氛圍 然後讓它的那個調性再更出來一點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因為電視螢幕顯色並沒有那麼明確 因為其實像這個地方都沒有暈開的這麼嚴重 但是沒關係 就是總之我把它加強了一下效果 主要的調整思路 就是我一看這個畫面 我其實就是高光太強了 所以說我一定會把高光拉暗 然後其實陰影也太強了 我覺得這些地方也都太亮了 太清楚了 我把這兩個拉暗 然後同步的 因為我通常這兩個都是會拉亮的 然後再把清晰度 所謂的清晰度其實它有點像對比 它會讓你這個邊緣的結構再稍微的加強一點 所以說這張照片 您可以稍微比較一下 就是這張照片跟這張照片 它的差異它比較突出一點 它比較畫面沒有那麼粉粉的灰灰的感覺 但是它其實也還是灰灰的嘛 所以我們需要有再做下一步的調整 就是我選擇先調飽和度 我先把它強的色彩拉出來 所以說我把飽和度跟清晰度都稍微拉高一點 再來就是曲線 曲線其實說真的 我從來都沒有很會看 我都是亂調的 但是以這張來講的話 大家最喜歡的就是S型曲線 只是我的曲線並沒有那麼非常S型 所以我把 其實我就是把陰影的部分再拉高 然後亮的部分讓它再突出一點 做一個對比的感覺 再來最重要的一步 其實那我就要把我不要的顏色拉掉了 其實因為它顯色稍微有一點點問題 所以說大家看的可能並不是那麼清楚 因為其實這一塊它原本都是非常非常綠的 所以說其實你在呈現的時候你會覺得說 這個是7月半還是什麼 就是太可怕了 那個綠色是很嚴重的 所以說綠色的地方我拉掉非常非常多 我幾乎把綠色全部都拉掉了 就是為了它的這個畫面 它不要是呈現的是一種陰生鬼祟的感覺 然後當然最後都調整完以後 因為說真的 兩片濾鏡加上去 銳利度一定會掉 所以說我選擇再加上一點點顆粒 讓它的那個畫面的細緻感 稍微拉上來一點 最後呈現的是一個這種就是 有點賽博朋克風的一個雜貨店 然後它其實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上面是橘的下面是藍的 所以說它才會啟發我說 既然我有藍濾鏡又有橘濾鏡 它就是很適合對這個畫面做一些詮釋 大家拿起雙手掌聲 謝謝老師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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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